淡水农会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与新市国小来举办健康史农教育 插秧体验一早就由新市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有老师带着来到校园中的一亩田 学生认真的弯着腰插秧体会到农夫的辛劳 今天清晨淡水地区下起了大雨 但是随后天气转好 在淡水新市国小的小朋友可没有闲着 淡水农会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 与新市国小举办健康史农教育插秧体验活动 一早就由新市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有老师带着来到校园当中的一亩田 进行插秧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有五年的一个 看到这个插秧跟割道的这样一个经验 那淡水农会除了提供这样插秧 这样一个活动一个体验 另外我们也提过很多的一个一些种苗 种子还有一些回料 让学生来做这样一个体验 那农会做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 最主要目的也就是说让小朋友从小 对我们这个农业有一个概念 那目前政府正在推行这个有机农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有机这个概念 让小朋友带回家里 然后来影响父母亲 农会表示淡水农会与新市国小举办农事体验活动 今年迈入了第六年 而每年都会教导学生如何插秧与种菜 让他们了解到农夫的辛苦 而农会更提供了秧苗并且协助教导 而另外在一旁有小盆栽的秧苗 这些都是学生在寒假期间的作业 从稻谷培育出小苗 学生得到了不少心得 就很有成就感 就觉得他就长出来就很有成就感 不用记录他 就是你们寒假作业 还好就是就记录一下他长成怎么样 老师也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作业 把它放成寒假作业 然后孩子其实在经过寒假21天 他没有做成长记录 然后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在开学的时候把姚苗带过来 那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介绍就是说 我们把整个水田分三区 一区就是糯米区 然后一区是孩子的那个富裕的秧苗区 然后一区是那个由那个农会提供的秧苗 那想要让孩子实验看看 自己自己孵的跟我们所谓那个 所谓是农会提供的 那在在那同样的条件之下 会不会有相不同的比较 学校表示今年的稻作茶阳活动 不只是有种植大家一般吃到的米饭 更朝向了多元化的种类 包括有糯米的品种 还有再来米的品种 在未来收成之后 可以让学生体验做草挖柜 还有发糕 不只是可以学习到农夫每天春天必须做的工作 也了解到不同米食都是由不同的品种所种出来 让学习更多元化 记得许多安逸 带学习络合广报道 在目前的筹影响